记者曾来强嘉义报道,嘉义县大林镇一家曾为国庆大典制作烟火的山地烟火公司今天清晨发生火警,储存烟火发射架的仓库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布水线抢救,半小时后扑灭,索性内部储存毅然的烟火火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交防局派员调查排除人为纵火,出判可能是电线走火所致, 不过还有带火厂鉴定调查,嘉义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沈平衡说,今天清晨5点39分接获报案,至山地烟火公司发生火警,担心火事延烧,派8个消防分队人车前往抵达现场后,确认起火点位在该公司的入口处附近的仓库,马上不水线抢救,半小时就控制火事。 烟火公司王信负责人说,起火燃烧的仓库与后方烟火制造区的厂房仍有一段距离,火是没有燃烧,仓库内存放大量纸板及施放烟火的铁管与铁架,幸好警卫人员清晨发现仓库冒出浓烟,赶紧报案才未酿大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